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话 心里会不会感动 我是很震撼 这个是 千古以来 灰商 留下来的古训 曾经是中华第一大商 结合了儒家的文化 能得到第一 我们先看看 现在是一个商业的时代 商 不以利为利 以成为利 中间这段话 全都是以目的为目的 完全的结果导向 从不在乎过程 人生是一个过程 你目的达不达到还是一回事 你首先是一个人 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你要达到一个结果 你首先要怎么样 这个是本源 也是 你达到目的之后 让他长远稳定 和谐的 一个根本 这才是出现 这才是出现 作为人 你先要成 要真成 待人 甚至待物 我们商业 是为了最终提升收入 乃至提高社会地位 以和为贵 以和 和气生财 这样才对 他不是嘴上的盒 嘴上的盒是给别人看的 你自己内心是纠结 你这个人本身就是小的 这是业 事业 然后商业叫买卖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要真心的 一杆秤 秤平 才能 长期的互动 不能一锤子买 你那个 也就是真正的 完全的投机刀 过节的老鼠 人人喊大 你要考虑他 也要考虑我 但是你不能 算心机 用技 你要出自本心的 衡量 那不能差太多吗 那这次多一点 下次少一点 那卖 我们 讲一个 信用 就卖 我不光是产品 还有服务 还有后期的三包 等等 出了问题怎么样 你这个才能 得到人的 长期的 信任 你才能赢吗 然后买卖 我们是 流通这些东西 因为有需要 有需要才买 现在全都是囤积 居齐 搞一些用不着的东西 有什么用啊 你要干嘛 你商业本身 它就是一个虚的东西 你要 价格在实的东西 那实的东西 你要 意识住行 你要有用啊 所以为什么 以前 把市农工商 商业排在最后 你但凡家里 有点产业 有点文化 什么都不搞 你这个完全是 甚至买空卖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 就是奇迹人巧 被中国古代 为什么不鼓励商业跟科技 人懒了 人物化了 人动心机了 最后才 我们得了钱 给同行要分 给下属要分 要真 真的是 那劳分配啊 你不能跟西方资本家那样学 全都是这样 老板 什么什么都 最后他 都到他这 下边 喝点汤 然后 讲话 要离不开的 要真实 真心 真诚 不能说为了考试而考试 为了应付而应付 这个回答 中间这些话 全都是以目的为目的 现在人 没办法 为了目的 不择手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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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